为什么手机电池会膨胀股包,该如何预防呢? 手机电池膨胀的主要原因,在于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,就会产生气体像是在水里面放气泡一样。 最终导致电池逐渐膨胀,造成这种反应的原因有几个。 一,过度充放电,长时间让电池处于低电量在充电,或是充满电后不拔插头会让电池内部压力不稳定,导致电池化学物质变质。 二,电池老化,正常使用手机的情况下,电池内部的化学物质逐渐老化可能造成电池骨包。 三,物理损伤,不恰当地使用手机,例如让手机重衰,都可能造成电池内部构造的损害而导致膨胀。 四,环境因素影响,手机放置在潮湿高温环境等不当环境,会加速电池内部的化学物质变质产生气体。 预防电池膨胀的方法包括,一,避免过热,不要让手机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。 例如夏天不要把手机放在车里。 二,不要过充,充电时不要一直插着电源。 当电池充满后记得拔掉充电器。 三,使用原厂充电器。 使用手机原厂的充电器和充电线这样比较安全。 四,避免撞击,不要让手机掉在地上或受到撞击,这样可以减少电池受损的机会。 手机电池膨胀是很危险的,因为它可能会导致电池爆炸。 因此如果发现手机电池膨胀应立即停止使用,并将手机送往维修电更换电池。 希望以上解释能让您理解手机,电池膨胀的原因和预防方法。 觉得影片有帮助的话,按赞订阅分享。 就能免费获得最新苹果资讯。